今天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之一罗伯特又来挑战了 他今天要在30分钟内摧毁一辆汽车 挑战开始 首先就出了个狠招 拿着钢铁破碎机 干掉了两块车玻璃 接着晃晃两下又灭了一个车灯 不费垂灰之力拉开了汽车保险杠 随后拿了一把椅子砸向汽车镜子 就这么招呼两下 镜子就给碎落一地 接着转移到了后车灯 好家伙 还给展示了个一键双雕 后挡风玻璃都给震掉碎成渣渣 丢掉武器直接上脚 汽车门给踹到河西北风去了 方向盘也难逃一截 安全气囊都要给踹出来 汽车祸祸成这样了 车灯和雨刮器还没坏 可成功打开了却关不上了 罗伯特只好亲自上手暴力拆除 后雨刮器还在独自坚守岗位 究竟原则罗伯特看上了后车门 听说长相好看的都能打出这个字 好家伙 人狠话不多将汽车门弯曲了180度 我的天哪 单手将铁门拉开拆除 这最最强高的男人称号真不是盖的 已经过去了15分钟 在剩下的15分钟 土豪将提供给罗伯特常规的工具 罗伯特首先选了最爱的大斧头 在独自坚强的雨刮器上给了一斧头 啊这这这也太顽强了吧 这质量杠杠的 土豪看了这罗伯特这么久 决定要亲自来过拔引 用尽全身力气将一根毒苗给成功拿下 接着罗伯特拿了一把电钻 割破了引擎盖 戳掉了车窗玻璃 是个狼人是个秀儿 现在把汽车车门变成了敞篷车门 随后车胎也给划开口子放弃 最后8分钟要开始放大招了 罗伯特一手大锤一手大腹 把挡风玻璃霍霍出两个大窟窿 太疯狂了 车玻璃已经面目全非 全是千窗百孔 为了纪念这部车 罗伯特在车皮上焊了一个字母命 接着又在车轮胎上破坏 给灼烧了一个洞 之后罗伯特拿到了角膜机 将那块字母命给完整取了下来留作纪念 还剩最后两分钟方向盘 还要继续霍霍 最后一个车胎放弃成功 一辆全新的汽车 就这样在半小时内被彻底报废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